中国事件驱动联盟在广州成立 这将为中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解决路径 目前事件驱动应用框架广泛应用于现场服务 运输 零售 供应链 制造业等领域 事件推动是一个实时数据 就是实时数据调空 类似我们的快递员发生交通意外之类的东西 就会实时反控到给公司 公司和客户可以在他的APP之间 推送到这条讯息给客户 解释清楚 再送给他 接着就可以实时更新时间和订单状态 对我们之后 无论是这种单纯的外卖 甚至以后淘宝 京东这种快递行业的东西 都可以利用这种事件驱动 很实时地更新到这种状态 目前北京首都机场 已经将事件驱动技术应用在安防保障 而有城市也将事件驱动技术应用在城市防洪中 当降雨 水位达到一定程度 系统会提前提醒居民转移避险 我们预计到2020年 几乎50%的IT预算都会用于数字化转型 企业应用中将有70%使用事件驱动架构 处理实时业务 事件驱动型应用 是帮助大中小型企业快速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科技技术 现在普遍应用的模式是把往返极组信息组合在一个事物里 而事件驱动模式将会把业务拆分成独立的若干个动作 信息单向传输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经济新闻 徐浩文报道